您好 欢迎收看2月2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卫 吉安湘南宾路周边属于低洼地区没有区域排水 县政府却核准了荣道民屠宰场引发民怨反对声浪 县与黄新召开专案会议也达成决议 在没有取得当地居民共事之前 请县政府要求业者先停工 同时还要召开说明会取得当地居民的认同 欢迎议会召开吉安湘南宾26号旁地市低洼五排水设施 现有核发荣道民屠宰场 污水无处排放孔生恶臭专案会议 并且在花莲县议会三楼召开 当地的乡民代表汉村长则是表达当地居民的信声 那在说你院子也要说 我们院子有赚典的钱说 我们会回归机制 过期我们在书里会接受 你到现在完全的说明会也没有办理 真的也是怪 尤其我们这个屠宰场设议 你杀鸡杀鸭需要大量水 刚刚我们黄金黄金也有讲到 那你这样吃这个水 所以这个深井 确实你有做这样的东西 但是你这淡水盐 你这污水血水 我往来排 因为周遭完全没有排水设施嘛 那下大雨所有雨水宣泄下来 那不是更严重 他在做这个屠宰场 他虽然有沉电池 但是他有做油水分离嘛 他排出来了还是油啊 还是沸水啊 然后到时候越来越臭 到水沟 那些油如果凝结了呢 还不塞住 讯影林院副和赤保 是会表达核准的增长性 各局处客长 你们如果说 因为我讲得点 你们自己去心里明白 自己想 有没有上面的压力 或是怎么样 既然我们人安 因为我不住在那边 但是我比我平常就这样说 你们的诉求是不希望这样的话 我希望 如果我们那些担担 就能停止了 我们是真的希望大家事情 要大家更完美 大家以后 因为真的 依你们科室主管 依他程序 合法程序 都依程序申请 申请那么多年了 也那么辛苦了 但我们希望大家 以敦金木铃的角度 的立场 大家能够取得一个 可以接受 接受的方法 的机制 跟他处理的流程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自行车道那边 文道机死位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这个我们刚刚县长 连县长都不知道 我们看这事情多严重 因为也不希望 我们原副虽然讲那么多 好的要求 也不希望有第二次 大规模的成抗 我们说下次大规模 来成抗 拉白路条也是不好 招职人黄欣也 建议县府要求业者先请停工 先办理说明会 取得当地居民的共识 政府机关在做相关的一个 博准之前 本来就要做详细的一个 开场 那今天核花建造给他了 使用执照是还美 还有包括牧场的一个 使用证照的部分 都是后续 那在为向各位村民 这地方做详细的一个 说明之前 包括排水的部分 县政府的部分 要怎么样去测量 方案的部分 要怎么样去做 会请县政府 依照相关的办法 先把排水的部分 先列出来 不管他西木场也没有事 地方的排水的部分 是一个很重要 招职人黄欣表 是县府核准土台厂 周边处于低洼地区 美容大于该地区 向之虹齿 积水无法排放 县府应该尽速测射 排水沟 针对居民反对的声量 也请县府 能够要求业者 先行办理说明会 和居民们达成共识 来解决地方的问题 记得久远华彩导